海军兵训练中心二大队七中队正义宣哨位 在官兵眼中是温柔的辅导长 一旦骑上马屁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强悍的运动员 小小的身体里有着大大的力量将努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当初会踏入军女生涯的原因是因为我毕业于高雄师范大学体育学系 那目前因为小子后啊的关系 其实老师并没有这么好找工作 那刚刚好家父以前也是一个政战人员 他也就觉得说当军人很好啊 就是不用担心以后的吃穿 然后自己也可以养活自己 他也可以放心许多 所以我就踏入了军女生涯 其实进来当然还是会紧张 会觉得说天哪要剪头发 然后或者是天哪我好久 我从来没有离开家里这么久过 当然还是会紧张 但是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长大 必须要让爸爸放心的原因 我平常的工作呢是做一些政战业务 还有帮忙主观做一些推展政战业务的事情 最主要的就是要帮官兵做一些心理的辅导 来到这边之后呢是第一线就是要跟官兵去做相处跟磨合 还要去关心他们 所以会非常的紧张 会觉得说天哪我真的可以好好的辅导别人吗 那在辅导的过程中 其实也慢慢的知道什么叫做同理心 让我觉得 原来这就是我必须学的一课 此外 郑怡轩拥有丰富国内外现代五项运动赛事经历 在多次的全国运动会现代五项运动比赛中 获得个人银牌及铜牌 并取得游泳救生员及现代五项C级裁判诊兆 因为我小时候有过冻 还有过敏的这个身体不太不太好啦 所以那家父就发现 其实游泳对于过敏跟过动的小孩是非常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天然的治疗的运动 那他就带我带去了游泳 那游着游着就产生了兴趣 所以间接的我就有参加了游泳队 那后来是为什么想要转现代五项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手脚都非常的小 所以其实在游泳市场这么大的环境下面其实非常的不吃香 刚刚好有一位教练他以前也是现代五项 所以他就说刚刚好你有游泳底子 也就是对于现代五项 这五项来说其实是非常的吃香的 所以我就进了就是开始练习的现代五项 光鲜亮丽背后要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 对一个本该玩乐且没烦恼的童年里 却只有训练与读书 其实那个时候最大的阻碍就是自己的心目 我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练得这么累 为什么同学们都可以出去玩 为什么同学都可以去住别人家 为什么我不行 甚至别人出国旅游 我为什么都不可以 对所以那时候就只能每天日复一日 读书运动读书运动读书运动 其实心里面心里还是会觉得很劳累这样子 然后也有一度会觉得说我可以不要了吗 我可以放弃了吗 但是也很谢谢就是家里的支持 就觉得说都已经这样子了 你可以的你最棒了 对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家人给我的支持与鼓励 郑怡轩说 要是没有爸爸像挤牙膏一样 将我的能力一点一点的挤出来 我还没办法知道自己可以有这么大的能耐 我爸爸我跟他感情真的很好 就是小时候因为可能我过动 所以爸爸都一定要就是时时刻刻的看着我 牵着我这样子 对 然后在我又加上他其实跟一般的爸爸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就是他既宠我又对我很严格 宠就是我任何物质生活 我想要什么他会起舞 但是他又对我他很重视的东西 像运动成绩 平常的学业成绩来说 他也非常的严格 我之前都是跪着读书的 对就是为什么不读书 跪着给我读书 爸爸那种很像我靠山的倾向 就是 嗯 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对 人生就像一杯茶 会苦正死 但是不会苦被死 所以我觉得就像我的运动生涯一样 训练的时候非常苦 但是也会得到甜美的果实 那在重军的过程中 虽然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少尉 但是我前面一定有非常多的挑战 但是我相信 也只会苦阵子 不会苦被子 我肯定是一个小时的 对我来说真的 我来说真的 我来说真的 有一个小时的 我来说真的